张医师讲的 刚刚那个早上的论国 我想大家应该很有感触 就是特别对患处体伤 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居然是可以在患处这样大力按推 所以真的是很大的震撼 在我个人的想法 在2018年5月之前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 那个时候我们讲的都还是本处 本处体伤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可以去按推 对不对 他处体伤按推 还有我们如果遇到很多患者 比如说他腹水 比如说他脚肿 或者到了末期了 全身都腹肿 我们有没有碰过这种案例 有 我们在前线的人都会知道 其实碰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心里都还蛮感慨的 就是最后无能为力 就好像就是想 就让他好过一点吧 然后帮他温敷 然后帮他推柔 让他舒服一点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一块是我们的盲点 我们好像这一块没办法突破 会有这样的感受 那么到了2018年5月以后 就是开始讲灌肠 所以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就是5月那个时候 几个患者 然后都是完全吃不下 那不要说吃不下 当然也排不出来 因为都是在最虚弱 最虚弱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开始给他灌肠 真的是那种感觉 现在都依稀 记到那种画面 所以老师在讲画面 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有感受 因为他就是真的吃不下 然后就真的帮他灌肠 然后他居然就是 两个小时之后可以说 我想吃点稀饭 哇 那种震撼 就是到现在你都不会忘记 然后就觉得这个山头 被我们攻克了 哇 就这样子的人 我们觉得他有救了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 非常非常兴奋的 这种兴奋都一直维持到现在 那么那时候的姜汤灌肠 已经是非常让我们很震撼了 那到了后来演变到就是中国 他们就是一直在试验当中 就会一直改良嘛 就会有更好 更先进 然后又更快速的方法 结果就讲了姜本林灌肠 然后我们试验的结果 也觉得相当不错 那相当不错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在操作 那么各位也有在操作 所以你们会知道 在座有姜汤灌肠的人举手 有自己灌过的 那也差不多不到一半 好 那所以我们会知道 当姜汤灌肠的时候 我们很快肚子就胀胀的 对不对 会有变异的感觉 所以我们讲的温暖器官 是有达到 但是它很快它就排掉了 所以我们感觉它的时间怎么样 略短 那等到姜本林灌肠的时候 在温暖器官的这一块 我们一定知道 就是要让它时间持久 就发现姜本林水没有那么多 就灌进去的效果 就时间可以持久一点 那既然是这样子 可以持久一点 我们就开始用姜本林 可是毕竟呢 因为一直在操作当中 就会有患者也好 志工也好 他们在操作过程当中 都是怎么样 精益求精 越做越好 所以四面八方会传来 很多很多的案例 很多的讯息 然后张医师就说 他们大陆现在在用姜本灌肠 那因为我们经常在做的人 就很敏感 对不对 因为姜本林灌肠 在试验当中 我们发现它很好 比姜当又更好 但是呢 我们的肠道是湿的嘛 肠道是湿的 所以姜本林灌进去 它也会有变异 只是它可以持久 可是它还是水壮的 所以它黏着的程度 还是不好 所以当讲姜本灌肠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试 我知道这里有志工 就赶快试姜本灌肠 但是姜本灌肠 大家发现 在操作上 不是这么容易操作 对不对 在座有操作过姜本灌肠 自己灌的举手 有自己操作的 一二三四五 六位 好请放下 那请别人帮你操作 姜本灌肠的举手 有请别人操作的 有一位 不过各位 因为我要帮助很多人 所以我一定要自己去操作 然后我操作上 到底有什么困难 比如说我自己操作 不好操作 拿个针筒 灌到屁股上 不好做 针筒那么短 那一定要长一点的灌肠管 才能够擦深一点 但是要擦深一点 就没办法自己操作 所以就变成要用灌肠管的话 就要找他人来帮忙 所以姜本灌肠 就不够普遍 对不对 不够普遍 可是呢 后来在大陆那边 传来给张医师的讯息是 他们灌得很好 他们有方法 可以自己灌 而且用两个针筒来灌 叫我们来试试看 哇 我一听很振奋的 尿道发炎的 阴部发痒的 那整个腹部下腹部有毛病 有症状的 不管是起氧还是贫尿还是什么的 他们来都灌姜本灌肠 结果通通都好了 所以他们是很兴奋的 打电话来跟我 跟我讲 然后我又跟张医师报告 哇 一个一个好起来 我们就确认姜本灌肠 的效果怎么样 一定更优于什么 姜本灌 好 因为肠道是湿的嘛 那你灌进去的粉 它就会在肠壁里面停久 所以要自己试验啊 所以我自己试验 我是进去以后 我发现姜本进去 很久时间你都不会排出来 而且即使排便的时候 你也可以发现 没有姜本跑出来 没有姜本跑出来 你在 我还一直要去注意看 因为要灌好几次 去注意说 那排出来的会不会有一点粉末啊 会不会这样黄黄的水 也没有 那表示什么 姜本都吸收了 难怪我灌完的时候 它那个姜本好像一直往上窜 因为它不往下排嘛 它就一直在你的肠壁往上走 就一直觉得热热热 一个半小时都是热的 到了一个半小时以后就开始和缓了 就变成是舒服的感觉 那我在想我如果在这里示范 有的人看不到 比如说那个管子里面的粉怎么出来 看不清楚 所以我就拍了一段是姜本灌肠 怎么样操作 那你们看了一下我再讲你们就会有概念 好不好 那我们先放姜灌肠里面的姜本灌肠 现在介绍姜粉灌肠 姜粉灌肠用两个注射器 一个鼻味管或者是灌肠管 这样子完全可以自己操作 那现在示范给大家看 我们用一个蒸筒 先把姜粉装进去 好 这个蒸筒呢 装姜粉 现在我大概装15克左右 我们现在这个是鼻味管 把鼻味管呢 在这个头头插一点 凡士林或者香油 然后我们把它插进去肛门里面 我们把装好姜粉的注射器 往这个鼻味管里面推 这个姜粉已经推到这个鼻味管里面了 这个管子里面现在都是姜粉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注射器拔下来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用这个空的注射器 放进来 好 现在这里面的空气 利用这个空气 把刚才的这些姜粉在灌肠管 这个管子里面的姜粉 把它推进去 你们看这个管子里面的粉 都打进去了 好 我们再重复做的时候呢 就是把空的蒸筒再拿出来 然后再把装有姜粉的再打进去 打完了以后 我们再用空的蒸筒 再把里面的姜粉 再把它推进去 这样子重复做 把所有的姜粉打进去 这是用两个注射器加上鼻味管的灌肠的方法 现在我们在外面也示范一下 给大家看 用鼻味管跟两个注射器 好 再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好 我们把这个装满姜粉的 把它灌到这个鼻味管里面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有把姜粉 推在这个鼻味管里面 好 姜粉已经推进去了 这个时候 我们用空的管 把刚刚刚的姜粉推进去 好 再来 好 我们再一次 把姜粉一次少量的推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姜粉推进去了 再来用空的蒸筒 好 利用着空气再把它推出去 刚才是两个注射器加鼻味管的灌肠的方式 那么如果是用灌肠管 那我现在示范用灌肠管的方式给大家看 也是一样把头头插一点凡士林跟香油 然后插进肛门里面 好 那现在我们把装好姜粉的这个注射器 把它打进去 好 我们现在灌肠管里面 已经有姜粉了 这个时候 我们把它拿下来 然后用我们的空的蒸筒 好 这个时候利用空气 把这个灌肠管里面的姜粉把它推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粉都推进去了 接着再来再用姜粉 好 打进去以后 我们再来用空的蒸筒 空气这样打进去 好 这样子我们连续两个替换 就把姜粉都打进去了 我们刚刚示范的两个注射器 加灌肠管的方式 我在外面这样示范给大家看 我们这个蒸筒是装姜粉 这个蒸筒呢 是空的蒸筒 那我把这个装满姜粉的 好 我们这样放进去 那么我会先打 稍微打一点姜粉进去 好 这个时候呢 管子里面都已经有姜粉了 把它拿出来 我们就利用这个空的蒸筒 利用这个空气 把里面的姜粉打出来 以上这个是用灌肠管 加两个注射器的灌肠的方式 好 所以它这个是利用另外一个空筒 把里面的姜粉推出来 因为我们之前只用一个管子 它会塞在那边嘛 那另外一个空筒 主要是靠那个空气把它推出来 所以不是在于这个管直的 或者是弯的 最重要的就是用那个空筒把它推出来 这样大家明白吗 大家要不要试一下 好 那姜粉泥灌肠 等一下我们再放影片给大家 大家复习一下 那最重要的就是 刚刚我们在讲姜粉泥的制作 然后用姜粉泥按推 因为姜粉泥的按推 这个突破 刚刚有跟各位报告 从2018年5月的姜汤灌肠 一直到现在的演变 那么姜粉泥的制作 一直到按推跟按推的方法 只要做对了 我们真的有非常非常多 过去我们做不到的案例 通通都做出来了 就比如说这个鼻头的这一块 对不对 张医师说要用力推 那么过去我们患处是不推的 那后来讲的姜粉泥 我们也以为就这样涂抹就好了 就这样推 其实有很多时候是患者告诉我们的 因为曾经有一个乳癌的患者 做了这么多的乳癌 其中有一个患者 他来告诉我 他有一粒像石头大小 鸡蛋大小在他的腋下 我好像有放过这个影片 有的人有看过 结果我告诉他 我要去亚特兰大 我没有空 可是你回去 我告诉他 怎么样做姜粉泥 你回去就一直在上面 帮他用力推 但是那个时候还不晓得 今天张医师告诉我们 是不是要用力推 我那时候还没有告诉他 要用力推 但是他真的很认真推 早晚都用力推 他推完一个礼拜 他这么硬蹦蹦的一个 像石头般大小的 就变软了 不但变软了还破掉了 还破掉了 破掉了就流了很多血水 流了四天还五天 才流干净 哇那些组织液 水啊血啊都流出来 流了四五天 等我从亚特兰大 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都流完了 然后已经撇下去了 已经结痂了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哇整个都消下去了 那么我也一直很兴奋 兴奋到前几天 他告诉我说 好像又有一点长出来了 好像又有了 能够完全没有了又有 我今天就已经知道了 赵医师就告诉我答案了 还有根栽 所以他会再长 就再长 怎么样 再推 会不会再掉 会的 所以我现在 我们就非常的笃定 对不对 所以大家太幸福了 你们是幸福的一群啊 所以我有一个乳癌的解说 就刚好有这个人 那么大力的 出了血水的这一块 因为有一些人还没有看过 我放一下 然后我顺便给大家看 它从那么大 怎么样变成那一颗 小小的一粒 有一个影片是乳癌解说 乳癌处理 这张用纱布包裹 不透气 我们说要干燥清爽透气 是最重要的 尤其在隐秘的部位 伤口如果不透气 是比较不容易好 这张我们再用姜粉泥 在它的换出的根部按摩 我们现在原始点的秘密武器 就是用姜粉泥来按推 这个是有机姜粉 再加上姜水 我们用微波炉煮熟 制作出来的姜粉泥 这样子的姜粉泥呢 是绵绵密密的 涂抹按推在皮肤上 可以完全吸收 这个热源就更容易 直达患处体伤 修复的速度也比较快 一般乳癌患者 如果照着我们这种方法来做 就是在远地 我们这样指导它操作 都可以自行调理 我们也设计了一个防护罩 这个防护罩呢 就可以避免摩擦 然后伤口能够透气 这张可以看到姜粉 撒在这个窗口上 撒得太多太厚了 这是不对的 我们还是要搏撒 要让它透气 那下面这张可以看得到 姜粉呢 在这个窗口上 是不是要清洗 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不必刻意的去抠掉 沾黏在上面的姜粉块 因为它是会自行脱落 即使是塞在细缝当中的姜粉块 也不需要扣出来 它其实是会随着长新肉掉出来 而且结痂之后 它也会脱落 只要有足够的热能 身体是会自动修复 修复以后 它会长出新肉 新肉芽长出来的时候 那个旧的就自然会脱落 而且修复的时候 那个腐肉也会慢慢的缩小 像这张照片 它有缝隙里面 也有很多姜粉 也没有抠掉 慢慢的它脱落 结痂 它自然就掉落了 那么如果遇到这种 乳房周围非常僵硬 那如果抹上姜粉泥 再帮它按推 那患者会感觉 这个热能渗透进去 很舒服 那僵硬的地方 也会变得比较柔软 这样他们运动起来 就会比较方便 那么这张图片呢 是有一位患者 他是在腋下 在腋下 他有一个肿块 像鸡蛋大 那么就用姜粉泥 在他的周围 一直按推 姜粉泥按推之后 那个热源直达体伤 那么修复也就特别快 那大概按推两个礼拜以后 他突然间就爆开了 爆开以后这些血水 脏东西就排掉 排好排掉以后 大概四天还五天 马上就结痂 就缩小 就下面这个图片 这是现在的情况 已经缩小到这样子 小小的 刚刚这个最后一张 有没有看到他变得这样小小的 从那么大流血水 然后到这样小小的 然后也是前两天吧 就发了一个讯息给我 他说好像这个 这变小的地方 好像又有点大起来了 我心里还在想 那啊呢 怎么又大起来了 反正我以为应该就这样消掉了 那今天我非常笃定的知道 怎么样 他的根还没有除根 对不对 所以也更让我们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非常清晰 不要在果上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刚刚其实最重要的是 制作这个姜粉泥 制作了这个姜粉泥 帮他按推 那也想请问各位 姜粉泥的制作 有自己在微波炉 自己打姜粉泥的请举手 那所以大部分人都 都知道怎么操作 对不对 怎么制作姜粉泥 所以像刚刚这个 用姜粉泥涂抹 还有呢 我们最近 就像刚刚跟各位讲的 我们以前 做到那种末期的 肝硬化的 还有全身肿的 积水的 腹水的 这些 整个有时候脚都肿的 到这种末期的人 我们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心里面在 就是想 给他舒服一点吧 让他好过一点吧 好像拿不出一个 比较好的方法 而且也没有那么笃定 但是现在各位 等一下会放一个案例 给你们看 一个附水的案例 我不知道基金会 有没有做过附水的案例 没有啊 有做过吗 我们都没有 好像到这个 这个附水的时候 我们就 束手无策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这个山头 我们又崩下来了 这个是在张医师 要去演讲前 大概两个月吧 五月的时候 同时 有两个人打电话给我 一个是在北京 他告诉我 他也直接把那个 那个人的肚子给我看 然后视频给我 你看看这个大肚子 哇我已经帮他 他也用姜粉泥涂啊 怎么 我到底要怎么样做 他到现在附水 肚子还是这么大 他是北京问我一个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纽约 纽约也是 五月的时候 同时问我 都是附水的问题 然后两个人都拍了照片 两个肚子都像圆滚滚的 发亮的球那么大 然后问我 其实我那时候 我心里 我们对这个整个的 这个道理明白了 所以也是这样子告诉他 怎么样让热源 直接能够进去 所以我跟北京也是这样讲 跟纽约也是这样讲 但是我跟纽约的 这个素师姐讲的时候 我特别跟他聊了很久很久 他说他给他做了很久 都没什么效果 然后我只是一个念头 我说那可能就是他的热 没有完全进去 是不是用个保鲜膜包一下 还是怎么样有效 因为我们以前做过 牛皮血的案例 做过红斑性狼仓 都有用保鲜膜包过 所以我就这样子讲 就等到老师七月份 到亚特兰大演讲的时候 他突然间就在会场告诉我 Luna我告诉你 我问你的那个人 那个附水 现在消下去了 哇 听得兴奋得不得了 我说怎么样啊 他就把这个整个过程告诉我 他怎么做的 然后包保鲜膜 哇 我高兴得不得了 马上找张医师 我们又攻克了一个山头 我就赶快问他 他怎么操作的 当时他告诉我 他说他有配合运动 之前没有配合运动的时候 帮他涂抹 他好像热也不太能够进去 包也包不住 那当他帮他涂抹的时候 他还加了一句话 他告诉我们 涂抹的时间还蛮长的 当时我们还没有想到 张医师现在要力量 要按推得这么重 但是他当时也已经 还蛮用力的帮他按推 推完以后 再用保鲜膜帮他包起来 还有就是 他们来的人 老人家完全都不能动 两个人把他扛了 只能坐下来 更不要说到按摩床去了 坐在那里也不能动弹 他们怎么做他呢 他们就拿了吹风机 吹风机 他整个膝盖都肿的 不能走动 整个肚子也是肿胀的 人 就坐在椅子上 他们就拿了吹风机 帮他把他的患处吹热了 吹热了以后呢 就涂姜粉泥 姜粉泥帮他推 推完了以后 再用吹风机 再帮他吹干 刚刚的姜泥吹干 吹干以后摸一摸 他的皮肤是不是烫烫的 再一次姜粉泥 然后推推推 就这样子来回 两到三次 就一推完了以后 这个老人家可以站起来了 哇 在推广里面 走来走去 然后之后他们在推广点 只要这些老人家 或者不良于行 或者很严重的患者 来了就照这样做 吹风机吹 你看他们大家都一直在研发 越好的方式 更好 更简便的方式 然后来处理 所以姜粉泥的制作 如果大家都制作过 那我们等一下影片就再复习一下 看姜粉泥怎么制作 制作完以后 我就把那个附水的案例 放给大家看 大家应该都还没有看过 这个附水的案例 那麻烦先放姜粉泥的制作 再放附水 如何以微波炉做姜泥 我们现在来介绍姜粉泥的制作 这是我们现在原始点的秘密武器 那我们用最简易的方法 用微波炉制作 那么像我这边有好几个容器 不管是我们用这样小杯子的 或者你用调根比例都用1比5来做 我现在用这个杯子来做示范 我把姜粉稍微压一下 比较实 要不然下面会空空的 压好了这一个 这个杯子的姜粉 这就是1 我把这个1倒过来 好 这是1 那现在呢我都装姜水 要1比5 所以我现在就用5杯的姜水 1杯 2杯 3杯 4杯 5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它搅拌均匀 要把这些颗粒都要拌均匀 不要有颗粒状 好 这样拌均匀以后 我们就放到微波炉里面 我们先来打1分钟 好 我们现在先用微波炉 我们先打1分钟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这1分钟以后 我们把它拌均匀 旁边会比较干的地方 也是一样再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再继续再打1分钟 好 第二次的1分钟 我们打好 我们可以看得到 旁边比较干了 中间还是很多水分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旁边的 跟中间的 还要再把它拌均匀 这时候已经比较粘了 好 接下来我们拌得很均匀以后 把旁边的干的 都拨到中间来 我们这样子再继续打30秒 为什么不要一次打1分钟呢 如果我们等于要打1分钟 它旁边会很快就很干 所以我们用30秒30秒 我们还可以把它拌得很均匀 所以我们现在后面的 我们就先打30秒 好 我们现在看打出来的就是这样 就更干了 那我们把它再拌一下 这时候旁边比较硬了 然后中间呢还是有很多水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再 把旁边的跟中间的再拌均匀 把这些颗粒都把它均匀的再和一和 好 我们就差不多再打一次30秒 好 看了这个干度就是差不多是我们要的了 所以我们打了两次的1分钟 然后两次的30秒 那基本上后面的30秒 我们可以自己决定 像我现在这样子 它还是有点湿 好 这种情况 那我大概还可以再打个20秒 好 这样推的时候已经有点阻力了 很干了 这就是我们要的 现在打出来呢 就非常的热 要让它凉一下 但是微波炉打出来的姜泥呢 现做现用 如果过一下子 它就会变得很干 好 这就是我们刚刚 微波打出来的姜粉泥 很方便 然后这样子的湿度 粘度 在涂抹上它刚好是最容易吸收 又最容易推开 我来示范给大家看 这样子的湿度 粘度 还有温度 刚刚好 在这边这样揉搓 这样把它推开 完全吸收 而且连一点渣都没有 所以我们放在背上 放在任何我们的患处 就是这样用力把它推开 用力推 完全吸收进去 好 各位我们的这个姜粉呢 是基金会的姜粉 就磨得比较细 那当然了 像中国大陆他们用了 因为他们有的是自己磨的 没有像我们磨到180目这么细 所以他们在推的时候 都还会有粗粗的颗粒 所以我们一定要磨到这么细 这样子的效果就会更好 那么像刚刚我们做的这个姜粉泥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当时我们姜粉泥 刚拍完 做完 还没有播到网站的时候呢 就碰到一个我们的志工的爸爸 他是食道癌 但是因为年纪大了呢 他就不想去打一个洞 来灌食物这样 那当时呢 那我就在想这个姜粉泥 第一个可以涂抹患处嘛 第二个呢 因为他不能喝很多的水 可是他需要补充热源嘛 所以我只是一个想法就是说 那他可以含着姜泥吧 就姜粉泥 然后他就做完了姜粉泥 就给他爸爸吃 那他的女儿呢 也不懂原始点 但是他哥哥呢就告诉他说 你呢 就把姜粉泥 从他的这个地方 就一直把它按推下去 就一直帮他涂 然后背部呢 是从这个紧着地方 就一直帮他涂 涂到整个背都帮他涂 所以他就是照这样做 前后都帮他推姜粉泥 然后呢 就把姜粉泥 给他爸爸含在嘴巴里面 听说他爸爸第二天早上 就可以吃稀饭 所以那个时候 哇 就这样的一个人 哇 非常兴奋 所以后来姜粉泥 制作出来以后 我们在我们的推广点 是这样做的 我们每一个来的患者 他来了以后 像上次我们有一个 他心脏心悸 很厉害的 那我看我们的志工是这样做 给大家参考 他来了以后呢 他帮他推姜泥的时候 他先教他怎么做 所以我们就会每一个 我们推广点 他们就准备很多小杯子 这个杯子是什么杯子 就是洗眼杯 我们洗眼杯都很好使用 所以我们就用小的洗眼杯 那洗眼杯呢 就现场就打姜粉 然后就用微波炉 就按照我刚刚这个程序 就打给这个患者看 然后好了以后 就放在碗里头 那打完了 打怎么打法 怎么做法都给他看到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知道怎么制作 然后再帮他涂 涂的时候 因为我们打这么多 只涂他一个背 是不是还会剩下 还会剩下 所以呢 我们就会把剩下的姜泥 就把它放在 我们刚刚的那个杯子 洗眼杯 就把它放进去 然后用保鲜膜包起来 说你这个回去 你明天再继续用 然后那个洗眼杯 又可以让他洗眼睛 你说这样好不好 好 所以我就很感动啊 我们的司工 他们就是这样做 有的人是需要 有时候打的比较多 量比较多 做完了以后就包起来 就让他带回家 那他回家 他就现成的 他就可以马上自己操作 像乳癌患者也是一样 乳癌患者来 我们志工会帮他按推 对不对 那做一碗那么多 那推完就把那碗 包起来就给他带回去 因为他反正明天还会来 碗也会再带来 就实际上教他操作 又实际上帮他涂抹 又把剩的又让他带回去 所以各位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 可以 好 那姜本尼这样子的运用 我们现在到了一个 最让人家振奋的 就是连附水 我们都可以功课 我们现在看那个附水的案例 2018年10月 腹部突然大起来 且快速变大 经检查有积水及肿瘤 医生要他进一步检查 他不愿意 就每周到推广点来按推 回家也配合内外热源 但半年都没有太大改善 胃口不佳 肚子骨胀 肚子变大 肚皮发亮 2019年5月 开始加强运动慢跑 6月份 推广点也尝试 用姜粉泥按推 姜粉泥涂抹上下背部原始点位置 与腹部积水肿胀处 让热源直达换处 按推后再用保鲜膜包住 保暖时间更长 热源不易散失 2019年7月12日 腹部变小变软 现在胃口好 体力也改善了 肚子路上上肌肉 常常都是会 burt 有时候可以很很久的 15-20分钟也可以的 但是我以为是我的胃不好 我去看那个位医生 然后他就叫我去叫那个MRI 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狼虫 就是这样子 然后叫我去看那刚刚去医生 我就没有去看 因为我知道一看就要开到 因为他要开到拿那个出来 才知道是不是癌症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很怕 很怕又不知道做什么 后来就是看那个原始点 又说过来看看怎么样可以 但是那个也是一段时间之后了 从那段叫MYI到来这边的时候 已经大了更多 所以我来的时候是很大的 然后就好像有原始点 我不用去看医院了 就好像有一个希望这样子 不知道怎么说 有一个方法不用去看医生 不用去开到这样子 因为做那个癌症 我怕他如果是真的癌症 要化疗什么的 我怕我出不下 就来这里原始点 可能就是有那个希望 所以就建设了 就是这样 像这样附水的案例能够做得出来 其他的是小case 真的 后来他也有灌场 但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老师在这次的书上也特别写了 刚刚大家应该有看到 这个保鲜膜包起来 这个热源不容易散湿 他就是这样做到的 他就是这样做到的 所以各位想想看 附水我们都能够做得出来 其他的有困难吗 没有困难了 真的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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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